來 納豆 你沒看見嗎 沒有 你有陰陽眼喔 沒有啦 好酷喔 曲老師 你在… 你演藝衛很適合 好適合喔 你有看過啊 我都看了金友之舞很會演啊 你有看過 當然啊 各種各樣 從外國看到台灣 再從台灣再看到外國 好屌喔 世界各地 我們今天就是要講的主題 就是有關於陰陽眼 真的假的 你也有陰陽眼 所以你已經真的有看過 而且我是小時候沒有 我是長大了一點之後 我十多歲了之後才有這個感應 所以你這樣看得到 那種各樣的 透明的 黑的 白的 穿的衣服 什麼都有 但是他們有臉嗎還是 有啊 有但有臉都沒有 那我們這邊這樣有嗎 這邊現場 真的假的 沒有 現在是我們要做正式的時候 不行 對 所以你現在 是不是他人多的地方可能他就 哪都有 停車場也有 大霸佩的地方 超市哪裡都有 夜市最多了 夜市很多 夜市人這麼多耶 他們喜歡熱鬧啊 他們喜歡玩跟我們一樣啊 太酷… 其實我跟你講 講到這個你知道嗎 好朋友 名界的好兄弟 好朋友 其實有66.8%的同學 抱持著說寧可信其有的態度 26.3%的同學是保持著尊敬的態度 這是這個文化大學針對這個 北區的七所大學的同學進行調查 其實又滿多人都就是相信的對不對 對 而且63.6%的男生怕鬼 79.6%的女生也怕鬼 女生比較多啊 對啊 女生可能稍微膽小一點 怎麼可能啊 我還覺得女生比較不怕 男生比較怕 沒有 老師你個人比較特色 老師你是比較就是 比較善 我是和善 跟大家做好朋友 都跟大家做好朋友 對 OK 但是要問問看同學們 你自己是有靈異體質的嗎 靈異體質嗎 圈叉 這台都沒有耶 靈異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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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像我就是屬於 超級不靈異體質 因為像 因為你啊 我沒看到你都怕鬼 對… 我本身就是色鬼啊 我還有跟我說像我這種面相 就是臉方方的 眉毛粗 就是有那種鐘蕙的感覺 像這種長相的人通常都看不到 所以你拚煙煙的 你應該常看到吧 之前搬家的時候看到 什麼叫搬家的時候看到 就是之前去看房子的時候 然後就一打開門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黑影 然後就是往櫥櫃裡面走 就新房子 打開櫥櫃找他嗎 沒有 結果我們家就決定搬到 隔壁那一棟 結果另外那一間 就是看到的那一間 就是原來那一間啊 對 蟲蟲你也有看過嗎 我是天生的陰陽眼 天生喔 對 從小一出生 從小就看得到 而且曾經就是關起來過 因為家裡的人一直怕我看到 不乾淨的東西會影響發展 對 就是有在去給師父收過 然後可是後來就是生大病 然後結果就開始一直看得到 因為 又開了 又重新再開了 對 然後結果關不起來了 不強求 那我可以再問一下 這邊到底有沒有嗎 有啊 你看他聲音都變了 我們旁邊的那個大喜 一直平平點頭 所以妳自己本身也是 妳也是一樣的 我跟他一樣 我剛剛就跟他看到一個一樣的 在哪裡 你怎麼告訴我們在哪裡 一樣嘛 跟他差不多…跟你差不多高啊 這樣子 對 跟我差不多高 跟誰 跟曲老師差不多高 那就是他 是 是一個 一個女生 對 一個女生 他現在也太可怕了吧 好可憐 沒關係 我們請老師來好不好 對… 我們今天請到其位專家 所以我們這個 討論到這好兄弟 大家有請我們第一位 就是我們的 謝憶恩 金老師 歡迎他們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老師 因為你平常 必須接觸到風水 或是命盤這些東西 你會常常 等於自己體質就越來越敏感嗎 其實這樣講 我本身 因為我是在風水命運老師裡頭 算是比較科學式的 因為我很多東西 我會去想說去印證 但是因為我的工作機會 比較多機會碰到這樣的 比如說像有些人找我們 他其實是因為他已經碰到了 他才想要找我們去證明 是不是真的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因此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會比一般人更多的機會 去接觸到 好的 接下來第二位 因為這個本身長期出外景 所以說不定也有碰到過 一些靈異的故事 是我們的高憶玲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請老師 你自己本身也是到處跑 你有碰過 或是你覺得自己的體質 算靈異的嗎 其實我雖然是可以感覺得到的人 但是我不見得可以看得到 也不見得可以摸得到 當我感覺他靠近我的時候 常常就會像是有人 伸一隻手到我的後腦勺這邊 一把抓住我的頭皮 就抓著我頭髮抓得很緊 像我剛剛有一點點 剛剛有一點點 沒有 剛剛那是髮型師耶 我沒有到頭髮啦 不是啦 我是說 我只要記攝影棚 我很多攝影棚都會這樣 那麻麻的嗎 就是我的位子比較特別 就一定是在交感神經這個地方 而且麻的地方 都一定是在我頭中間 後面這一塊 然後你可以感覺到 很像是有一隻手 會這樣伸進來 然後冰冰涼涼這樣抓住 會有舒服的感覺嗎 很痛 而且到最後我會抱青筋的那一種 等一下 那它是一瞬間 還是它就握在那裡 它會抓得很緊 然後一直撐住 撐到我工作結束 我離開 所以它現在還在握著 現在有一點點緊 現在還好 但沒有到很嚴重 對啊 好 沒有關係 我們希望接下來這一位醫師 可以打破我們大家的一些害怕 就是 很不舒服 不要 有嚇到 就是我感覺是不是很不舒服 就是為什麼很不舒服 真的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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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定有被暗示 人家覺得 結果真的這樣抓一下 沒有關係 我們馬上歡迎我們這邊 國興協代表陳和平醫師 歡迎 陳和平醫師請問一下 這個醫學方面 有專門研究陰陽眼的嗎 目前是沒有 但是就從世界各個分散的這個研究 可以抓出一個大概的解釋 目前來說陰陽眼是有 目前我知道的至少有兩個解釋 什麼解釋 我們要聽聽 第一個解釋叫做一種症候群 就是這個眼睛 它的視網膜 或者是它的水晶體出現 視線接收不良 比如說白內障 或者是缺血 你是說十幾歲就有白內障嗎 對 有可能 不是…缺血 視網膜缺血 當你短暫切血的時候 你的腦部收不到視野訊息 它就會邊照 這是腦部的功能會邊照 這第一種 第二種解釋 有人曾經對耳朵上面這個腦區 做這個刺激 發現 在實驗室就可以讓人看到 不存在的東西 刺激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 用強大的磁場刺激這個位置 耳朵上面這個區域 目前所知道 我所知道是 這兩個是最… 可是那是在實驗室 它經過儀器的刺激 我現在躺在房間裡面 沒有人刺激我 旁邊也沒有躺男人 沒有 躺… 我也看得到 老師旁邊已經很久沒躺 OK 那重點分色 重點是就是 假如在家裡面 在家裡面 就是如果你這個精神好弱 精神比較差的時候 這個等一下如果它缺血 缺氧的時候 它會自發性放電 可是陳醫師 剛剛他們兩位是看到 一樣的畫面 這樣怎麼解釋 這個就是不夠精確 不夠嚴謹 應該互相隔離 每個人發一個板子 畫下那個東西再來比對 由第三者來比對 不能這樣大家互相討論 當然… 討論當然 越討論越像這樣不行 那可以讓他們畫嗎 你們兩個畫畫看 看到了 一畫就破功了 一畫就破功了 對… 你幫我擋一下 可以幫我擋一下 好 請看 來 大喜跟重點 一 二 三 一起先排 我看 一公分都有啊 妳這個身高多高 妳先寫 妳不要說 妳其實她身高多高 對… 她大概多高 妳講就好了 妳用講的 175 176左右吧 175 176 其實在這個我覺得這個視覺上 滿高的 然後我們看看這個大喜 因為我比較矮 所以我會覺得她滿高的 那服裝的重重 妳看她的服裝是什麼 她穿什麼 就是半透明…白白的 白色 白色的 長袖還短袖 長頭髮 長的 長的 兩個人都說長的 穿長裙 白色長裙 對 等一下 高度就不一樣 我覺得她高 兩次都不一樣 你們兩次都不一樣 對不對 沒有 我看看兩次高 146跟175差太多了 她比較高 所以她看得比較高 她比較 對啊 有可能 她跟176差10公分 對啊 可是你比她高10公分嘛 對不對 這跟她的身高有什麼關係 這跟她看的身高有什麼關係 跟她自己本身身高有什麼關係 我們今天有幾個這個 活生生血淋淋的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是哪些故事好不好 首先第一個 是夢境還是現實 我的右肩找不回 第二個 欲罪欲配保不了 長髮烈嘴女來了 第三個 海邊出遊要小心 寵物忠心保我命 好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 好 她是誰的故事 是誰的故事 關係人是我們的大喜 大喜告訴我們這是什麼事情 這個大概是我發生在 我17歲左右的事情 因為我在17歲之前 我在5歲之前我看得到 後來就很長一段時間都看不到 17歲因為我父母親需要 就我們家小孩比較多 要租一個地方讓我念書 那就租了一個就是 類似公寓的地方讓我住 然後就住進去之後身體開始變得很差 然後生怪病 就我那時候沒有氣喘 開始有氣喘這樣 然後全身就常常起一些 莫名其妙一種疹子這樣 然後有一次中午的時候 大中午 禮拜六的中午我在睡覺 我就夢到一個很奇怪的夢 夢到一個大概短髮的女孩子 眼睛是就是那種鳳眼 長得還滿好看的 然後 挽著我的左手 然後就好像跟我很好 然後我夢裡好像覺得 我對她有個責任 可是我沒有照顧好她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起來 就 那個夢就這樣 大概就張開眼睛 張開眼睛我發現我不能動 然後我躺著 我躺著 我就發現我的腳底有一個人這樣子 這樣 這樣爬到我的床上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一開始會怕 我就想說我要踢她 我下意識覺得我要踢她的頭 然後當我有這個意思的時候 她就繼續往上爬 然後又爬… 然後爬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心裡就已經在罵髒話了 然後她就突然咬下去 不 咬我的右肩咬下去 不痛嗎 很痛 我那時候是整個這樣子 就是被咬到那種很痛的痛 然後就痛起來 重點是我快發現我在做夢 可是我起來之後我還在痛 然後直到現在我都還要再去看 復健科醫生 就是 因為我這個 後來就發現我這邊習慣性脫臼 從那一次開始就習慣性脫臼 然後由於我這邊習慣性脫臼 這裡骨頭是鬆的 我必須要這樣 就是 我這一 這一個你們可以看 這個地方我是比較 比左邊凸了 凸一點出來 這裡會凸一點出來 因為這裡 韌帶不知道為什麼就鬆掉 然後導致說我的手會壓下來 壓下來我就整個會麻到 麻到我後面這樣子 最奇怪的就是 後來我去復健科的時候 我去榮總復健科的時候 我遇到 因為我們復健科要做 短波治療熱膚嘛 是 我就躺著 因為躺得很無聊 右邊有一個跟我膚一樣地方的 一個阿姨 然後我就跟她聊起來 結果她說 你是哪裡痛 我就說右手啊 然後而且會麻到那個小拇指這邊 她說跟她一模一樣 然後我就問她說 你是做什麼 因為她身材還不錯 她說我是跳舞的 然後我就想 那會不會是因為我們都是跳舞的 所以說 所以說 同一種傷害 一樣的運動傷害 她說不是 她說那個東西 她說她去算過命 蛤 她說那個東西叫鬼抓手 我說什麼啊 什麼鬼抓手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半信半疑問她說 是什麼鬼抓手 她說因為這個 算命的都跟她講說 因為你可能上輩子有欠人家什麼 情的債 才會這樣子 然後 最奇怪的事情來了 我問她住在哪裡 她後來跟我坐同一台公車回去 她住在我家後面 謝謝老師 請問真的有鬼抓手這個 請問真的嗎 謝謝老師 請問你 請問有鬼 almighty